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W3 CSS的第六课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啊 边框框住我的心 非常有这个文学色彩啊 有文学水平 好那咱们看一下知识点啊 既然是边框框住我的心 那今天咱们就讲一下边框 W3 Boulder 好这W3 Boulder这个类是干什么呢 咱们看啊 它呢是为网页元素添加边线 或说叫做边框一回事啊 好那咱们看一下 W3 CSS为咱们提供了哪些个边线 或说边框可以使用啊 首先第一个 大家看啊 W3 Boulder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为上下左右各加一条线 这叫W3 Boulder 接下来是指对上面加一条线 上线 接下来 Right右线 在下面Bottom下线 Left左线 好 这个可就特殊啊 W3 Boulder 0 这什么意思 有没有能够想到的朋友啊 就是说我去掉边线 以前我有线 那我加零 把边线去掉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啊 咱们大家请注意 好 接下来 咱们还要为这个边线设置颜色 W3 Boulder Color 包括这个 W3 Harbor Boulder Color 什么意思 鼠标悬悬停色 就是说 当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边线成什么颜色 鼠标离开的时候 是Botter色吗 那放上去呢 就是HowerBotter色 好 再往下看啊 下面这四个是一组啊 这是Botom Botom吧 下吧 左吧 右吧 上吧 都是B吧 这个Botter和这个Botter有什么区别 就简单 就是说呀 一个粗一个细 一个粗一个细 谁粗谁细 我现在把答案告诉大家啊 Botter比较细 Botter比较粗 一会咱们看看它有多粗啊 好 那今天的知识点呢 就这么多 咱们看一下综合例子啊 例子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边线 一个是边框 边线呢 就指的Botter 稍微细一些 然后呢 边框呢 我指的是Botter 稍微粗一些 咱们分别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边线的第一行 看我怎么说啊 咱们来学学W3CSS的边框吧 没问题 在这个自然段里面 我用到了面板 边线 然后呢 边线为蓝色 同时鼠标悬停时为红色 四个类啊 接下来第二句 任天堂Switch发卖了 但我预约不到 因为 是因为我没有去深夜排队吗 确实 好像预约到的都是 要么就是网上抢的快 要么就是深夜去排队 我没去啊 我真的是没去 好 咱们看啊 这个面板 是用 这个自然段 用到了面板 用到了 大家看 左边框 右边框 同时边框线为红色 鼠标悬停时为黄色 好 再往下看啊 第三句 塞尔达传说 是我必入的游戏 不过在此之前 要先买Switch主机 这话说了 否则你买游戏 怎么玩呢 好 那么咱们这个自然段 我用到了 大家看啊 面板 上边线 下边线 边线为绿色 鼠标悬停为红色 不难啊 好 最后一句 超级炸弹人 啊 评价不高 但也没有其他游戏可玩了 只好买这个 这没办法了 非想玩还没好游戏 只能买这种不太好 评价不好的游戏啊 不过我感觉还算不错 这个游戏 我挺喜欢 咱们看啊 这个自然段 我用到了面板 用到了边线 用到了 注意看 用到了圆角边线 就边角是圆的 同时呢 鼠标放上去时候 显示红色 好 以上呢 是边线 咱们再看一下边框 使用方法 其实是完全的一样 边框是 咱们看啊 我先念我的这个 要说的话啊 最近准备开发个小游戏 请大家期待 最近去人准备后的一个朋友 大象 在开发一个小游戏 请大家期待 然后呢 咱们这个自然段 用到了面板 同时用到了左霸 左边框 这个边框 咱们刚才怎么说的 比边线要粗 一会咱们看有多粗啊 好 第二句 目前采用Unity 开发游戏的公司很多 所以呢 连任天堂Switch主机 也支持Unity游戏了 这个自然段 咱们呢 同样用到了面板 用到了左霸 同时呢 给个颜色 蓝色 不难啊 第三句 我是不是也该做个 Unity的教学视频呢 在我的考虑范围之中 如果想看Unity视频的朋友呢 我呢 会做给大家 免费 不要钱啊 咱不要钱啊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这句话 咱们用到了面板 右霸 右边会有一个条啊 同时是绿色 背景呢 是沙色 就铁黄色嘛 沙子颜色 好 最后一个自然段 现在开发游戏 一定要考虑网络 多人联机对战功能 这本来嘛 不管多大游戏 多小游戏 多人一起对战 才有意思嘛 对不对 好 这个自然段 咱们用到了面板 上霸 下霸 然后呢 霸的颜色是红 然后呢 霸的背景色 是这叫什么 Pair Red 应该叫做阳红 浅红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简单的边线边框的例子 我现在拷贝 咱们马上运行啊 Let's go 好 咱们试一下 Go 我把这个关掉 好 咱们看啊 今天是第六课 运行 大家请看 效果出来了 咱们一个一个再看一遍 首先第一个 咱们来学学W3CS的边框吧 大家看 我数过上去之后 是不是红色 离开蓝色 上去红色 离开蓝色 再看代码啊 就这个 上去是红色 Hover Red 离开是Bolder Blue 然后呢 是面板加上一个边框 第二个 是左右 有两个边框 一个是 当我这个鼠标离开时 是红色 上去是黄色 好 看一下啊 第二个 左右 两个边框 然后平时是 红色 鼠标上去是黄色 没问题啊 第三个 是上下边框 平时是绿色 鼠标上去是红色 看啊 第三个 是上下边框 然后平时是绿色 鼠标上去是红色 和咱们想象的一样啊 好 第四个 第四个呢 是圆角的边框 平时呢 是灰色 鼠标上去是红色 看啊 面板 首先是一个Bolder边框 然后注意看 是Run的 这是一个圆角面板 让鼠标上去时候呢 是红色 鼠标上去是红色 对吧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边框 粗了啊 咱们看是不是粗啊 最近在卡发小游戏 挺大家期待 看 是一个左边BAR Left Bar嘛 它呢 比这边线要粗一些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左边BAR 同时呢 设为蓝色 左边BAR 粗了和上面是一样粗 只不过颜色呢 设为了蓝色 默认是灰色嘛 对吧 咱们设为了蓝色 其他颜色当然也可以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右BAR 同时呢 边线为绿色 背景为沙色 右BAR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然后呢 颜色为绿色 这个背景呢 这个面板的背景呢 为沙色 最后一个啊 非常关键 上BAR 下BAR 同时边线是红色 然后呢 背景是阳红 这个我翻成阳红 可以吧 咱们看一下啊 上线下线 线的颜色呢 是红色 背景呢 是阳红 或者叫做浅红 这个就是W3CSS 给咱们提供的 边线功能 非常的简单啊 我希望您 能够看我的视频呢 就不用再自己去学习了 因为呢 您已经会了 对不对呢 好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源中国 供您下载参照 那咱们下个W3CSS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